三老师你不关注外表吗 我为什么要关注外表啊 你这从来不关注外表 对啊 对于我这已经到了顶级的问题 我就知道要接这个 盛世美颜 对啊 他唯一关注外表就是不要纵火太多 放心纵火办 我唯一关注外表就是不要给别人太多压力 稍微隐藏一点 没事把自己的脸弄肿一点 弄肿一点 我经常担心的是 哎呀今天我的脸为什么这么瘦 对啊哈哈哈哈 今天我的脸为什么这么瘦呢 对啊不行 我得搞搞胖 搞胖一点来抽我 哈哈哈哈 哎 孙生你会比较欣赏 就是或者羡慕像南希他们这种就是 虽然到了一个新环境 但是特别是在面试的这种侃侃而谈 然后很很 就是很明朗明朗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是比较害羞的吗 在刚刚特别是我陌生人的时候 对对你说的出那样的话吗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优秀 不会不会 所以我特别不理解他们两个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 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 我就好像很难理解 因为如果我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那如果你是那八个实习生当中的一个 你会想去看 新来这两个吗 有人去看我就跟着看 如果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人去看我就在那坐 深深假装从外面蜘蛛人擦玻璃 哈哈哈哈哈哈 从上面掉下来 这个成本太大了 应该是只不是直接拿一个吸尘器 假装是保洁过去吸一下 然后麻烦你抬一下脚 然后然后过去 还这样看你知道吗 就这样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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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